来看这架飞机 它正在空中做着相当花灶的机动动作 看起来绝对完胜F35和苏37有没有 简直拥有和航母一个级别的飞行性能 等等 那不成它是失控了 是的 它的确是失控了 就在几秒钟之前 飞行员刚刚弹射逃生了 好吧 这架飞机叫做X31 是全世界仅有两架中的一架 而且也是美国X系列试验机中 罕见的一款和国外机构合作研制的 它的设计目标是专门用来验证推力实量技术的 所以本身的飞行性能也是的确相当强悍 你看这是它在正常操作下的表现 是不是也能把你的下巴给惊掉呢 那么它怎么就失控坠毁了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的故事 1983年德国MBB公司拿着图纸 辗转就找到了美国人 问他们有没有兴趣 一起来研发一款机动性特别强 失速过后还能再摆得回来的飞机呢 MBB是当时西德的一家非常著名的飞行器制造商 是早期空客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当然现在已经被并入空客了 他们在找到美国人之前 其实是先去找英国人的 但是英国人说 得了 我们就连自己的先进战斗机项目都已经暂停了 这个呢 你们要不去对面那个大财组那边问问看呢 美国人一听就来劲了 正好我们这边的X飞机后面跟多少个数字都行 这样你们出两层 我来出八层 咱们就可以把它做起来了 于是28分之后 X31项目就诞生了 虽然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那三片装在发动机喷口处 可以自由运动的燃气堕了 但其实它最厉害的是设计理念了 它是第一架将飞机的气动控制和推力食量控制综合到一起来设计的机型 而且对大引脚下施速机动性能进行了根本性的研究 可以说没有它就没有后来的F22和F35 来说说它非常重要的两个里程碑 第一个就是实现了在70度引脚下的可控飞行 关于引脚的概念呢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面有多次提到过 这里就不再多讲了 你只需要知道当引脚过大后呢 空气就会跟机翼产生脱离 而最最依靠空气来控制飞行姿态的控制面就得不到空气了 于是飞机就会面临失去控制 第二个是成功执行了一个叫做赫布斯特机动的180度快速转弯的机动动作 它有点类似于大名鼎鼎的苏27眼镜色机动 但是却被认为是更适合在空战中使用的那一个 所以你就能看到X31的飞行性能是有多么的初衷了 这种初衷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机上先进的自动控制系统了 而自动控制系统又得益于遍布在机身上下前后的无数个传感器了 而速度传感器呢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了 它叫做空速管或者皮托管 是沿用至今的在飞机上用于测量空速的一个装置了 飞行电脑的运算极度仰仗于它所提供的准确数据 但是普通的皮托管呢有个缺点 那就是当飞机的仰角变大之后呢 它的误差也跟着变大了 这个跟它们的工作原理是有关的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普通机械式的皮托管和空速仪的示意图 会有两种空气进入其中 一个是从皮托管正面开口处冲进来的高速气流 另一个则可能是从皮托管的侧面 或者是飞机机身其他部位不迎风的侧面 所输入进来的静态空气 它们两者的比值反映的就是飞机的空速了 空速越大冲进来的空气压力也越大 比值当然就越大了 我们只需要把这样的比值量化成能够看得明白的东西就好了 于是在空速表里面呢 就有了这样一个有很薄的金属所制成的空心圆核 它叫做磨合 从皮托管正面吹进来的空气会进入其中 当它承受的压力比外面的静压更大时呢 就会鼓涨起来 推动这根连杆旋转 这根连杆又连着其他连杆 其他连杆又连着一系列的齿轮 最终就把速度盘上的指针给推动了 因此我们也就能读出速度了 但是你看啊 由于特殊的进气方式 就导致只有当它在正面冲着气流方向的时候呢 才能够最准确的测量嘛 如果上扬或者下禽了 动压就会变小 静压也可能会变大 两个一笔就不对头了嘛 虽然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补偿呢 但是也有限度的 而X31夸张的70度 引脚显然就超出了这个限度 所以为了更准确的空速数据呢 它必须要换上更可靠的空速管才行啊 这就是这家失控的X31上面装着的KAL管了 至于它是如何提高大角度下测量的准确性的 我们并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清楚的是啊 换上它的工程师呢 并没有把原本用来给空速管加温的装置给装回去 那个是为了防止空速管结冰的 至于危害有多大 下面我们马上就能够看到了 工程师们之所以这样做 理由其实很简单啊 这架测试飞机所在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 是既干燥又温暖 之前就很少用到过加温设备 之后肯定也几乎不会用到的 而且如果真的可能要用到了 那就在这样的天气里面不飞不就好了吗 虽然这个思路呢很有问题 但是他们硬要这么解决也无可厚非嘛 他们最大的失误其实是 一是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飞行员 二是没有把驾驶舱里面的 皮托管加热按钮给卸下来 这两者综合在一起啊 就成为了后续故事的重要起因了 1995年的1月19日 这一天呢跟往常稍微有些不同 当执行常规试验任务的飞行员 驾驶着X31冲上云霄的时候呢 在座舱灶的外面发现了一点点的水汽 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征兆 意味着为飞行电脑提供重要数据的空宿管 有可能会结冰了 于是他便打开了空宿管的加热器 并将这个信息呢报告给了控制中心 好暂停一下 他按下的其实就是灾难的倒计时了 此刻离飞机失控大约还有五分钟 因为加热按钮丝毫就不起作用嘛 控制中心的人呢估计也不全知道这事儿 只能听到一个工程师在录音里面说了一句 K要管上是没有接加热器的呀 很遗憾啊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呢 是取下对讲机来跟旁边的人嘀咕的 所以飞行员压根就没有听到 他指望着空宿仪海能继续为他提供准确的毒素呢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不太正常的状况了 飞行员报告说自己正在以20度引脚270节速度飞行 但工程师心里面明白啊 跟了这么多年了 20度引脚下X31也就只能飞到140节左右呀 这多出来的几十节是怎么回事呢 哎 有点兴奋了啊 一会儿飞机下来有活干了 你看他们压根看到的就不是危险 而是一只又大又肥的bug在等着他们去做呢 飞行员很相信他们 所以也就没有担心太多 然后是本来有一项测试的任务 在飞行员按下按钮后 飞机就自己能够完成了 但是在倒数三升之后呢 啥事也没有发生 空中和地面在分别蒙了几秒后 应该是意识到有些差错了 所以计划返航 但其实啊 他们都严重低估了此时的状况 空速管其实已经完全动阻了 所以当飞机在降高度时 它降得比人家还要快 直接就干到了最低值 都已经超出指证能够显示的范围了 于是飞行电脑就真的认为飞机已经没有速度了 哪怕实际上根本就不是的 它就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来试图掰回一层 结果只能是把飞机往浩劫上越推越远了 跟之前诗航和爱航的波音737 MAX空难简直一模一样啊 还好这位飞行员的经验十分丰富 而且他还有弹射座椅可以用 所以就幸运的逃生了 而飞机本身嘛 在表演了一段空中自由飞舞之后呢 重重的摔到了地面上 离一条公路目测是相当接近啊 求这位司机的心理阴影面积 好了 事后的调查表明啊 除了技术原因之外呢 最重要的还是心态的麻木了 X31原本是一个危险系数非常高的项目 但是在经过了5年500多次的高难度飞行后 它都能稳稳地降落在地面上 所以既然之前可以 为什么之后就不可以呢 整个团队啊 到了1995年这个时间点上都已经松绑了 所以哪怕有那么多的征兆 大家也都视而不见了 你看 其实所有的事故都是这么产生的 最近我只能被关在南京 也是同样的原因 好吧 祝天下太平 我是火箭树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 讲给你听